各位早晨,欢迎继续收看要财财经台 继续回来我们职场教育之日文必踏的环节 家庭观众有东西想问,欢迎打电话来 电话是204-6566,或是继续发电邮给我们 我身边的嘉宾都是Rafi在跟我们谈的 Rafi早晨 看看最新的大事表演 恒新指数跌92点,报21587点 成交额有271亿 而国企指数跌63点,去到11761点 期指方面,暂时跌79点,报21571点 低水17点,成交难方面有28000多张 这一节都说想继续接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东西想问,可以立即打电话来 Rafi,不如和你谈个别股份 第一个想和你谈谈,就是C节 这一节真是越战越勇 今天升超过4%,去到18.18 升风率又有7.8指 究竟因什么事呢? 近期来说,真的不得了了 的确来说,近期的走势真是挺厉害的 其实也不是近期的 去年大家都知道的 去年8、9月开始 那几下大家看到负面因素浮现出来 坐下来之后 落到大概10元以下 甚至到8元边位置之后 其实是熬了很久的 当然,其实上看熬了这么久之后 是等着信号令到它突破 正正来说,所谓的信号就是业绩了 始终大家都知道 业绩差就要预期了 或者业绩也算以为最后一样差的东西都出卖的时候 其实某座上大家看 短线已经反映了所有负面因素 所以变相来说 当出现业绩那天 其实是稍稍性预期的时候 已经变相了很多资金追入 今天来说更加因什么事 叫做这样,去到继续向上升 某座上今天有些叫技术性以美 一支大人捉上来 连续几天之后反复復復 今天来说真正要突破了小奇形 某座上突破奇形之后 当然短线有利的照项上望 所以短线来说 如果承着这个势 可以看回什么位置 其实不断地这么说 短线来说 仍然以大概20元边做目标 因为正前来说 就是之前这一阵 9月份 跌下来的海货区域的一个最低位左右 所以我觉得如果去到这位置 相信短线也会遇到少阻力 但是暂时在这位置 整个市场上都是偏强 甚至会觉得 慢慢来说真的可以看回好一点 虽然那些改革重组等等 未必那么快反映得到 或者都要几年的时间 甚至这几年 都可能相关开支都比较大 但是始终都是那点 反映负面的数目都已经反映了 所以短线来说 可以20元做短期的目标 好 谢谢 其实很多情况都看到了 特别近段来说 反而炒业绩出得比较差 他们股价反而可以更加炒高 我们稍后再和你谈谈这个话题 现在想听一下冯小姐的电话 喂 早晨 早晨 你好 我想问一下黄黄 整天都脱不了手 想赚一点都难 我78元买的 很久了 买了 78元 跌到五十几元了 现在都捱了很久了 现在到78.3元 今天都升超过1% 等到何时才好沽货呢 如果7,8元买 现在都叫挨近买入价 也叫挨到回家乡 刚才听到挨到五十几元 都会回来的话 现在想走 我觉得也是个正常 但怎样都好 我建议不挨 挨了这么久 或者等了这么久 其实真的可以多等一会 因为正正来说 3月底29日 就是和汶出业职 我觉得和汶出业职之前 应该都有相关的不少炒作 因为现在大家看业职 看回去年业职 应该未至于预期反那么差 因为原本大家曾经去年 担心欧债拖累之后 会令到当地的 譬如电信业务 譬如生意大利 或者很多外园方面的业务 会被拖垮 特别欧洲方面 但是慢慢看到 由去年到10月份开始 其实商工理层出来 给大家看一些数字 其实变相当时 欧洲方面的业务 未至于那么严重 或者还未影响和汶太多的负面因素 更何况来说 我说去年 王王将自己旗下的港口信托 在新加坡上市 变相脱了一些业务之后 或者减低一些集资压力之后 其实我觉得真的 慢慢来说 应该今次业职不算太差 或者来说 都可以有一些惊喜出现 所以我都可以等多一阵 更何况来说 现在整个技术指标上看的话 就是王王股价近期都比较 在高那里 是反复復復整固 或是价格局居多 现在来说 你见到二月份开始 二月初一支大远竹上来 但上来之后 其实不断的七十六元 至到大概七十九元 这三元区间是反复上落的 没有太大的正确的突破出现了 所以正正来说 配合基本因素上 刚才也说到 可能业职之前有炒作 现在技术指标上看 亦是在等待二微 就是在等待炒作出来 令股价真正突破 所以我当来真正能够突破七十九元的时候 我觉得后市反而可以看好一点 反而来说 当突破七十九元的时候 我反而把下一个目标价 看回大约82至83元的区间 正正来说 回来看 就是九年八月份 由高位坐下来这几下 比较跌得急的一个 即是叫底部位置左右 所以如果一天 未跌穿这个环区域 七十六元边这些位置 其实不用急走着 反而等待 就是等待何时突破得到 然后将目标价 上网至83至82元的区间 好啊 冯小姐有没有其他问题 还有啊 九三九怎么样 我九十八元买的 是 六十八元 嗯 六十八是吗 六十八了 不好意思 好 九三九 应该有六十八 暂时跌两仙 最近的内银又怎样啊 Rafi 最近的走势上 都是比较 强行价格局多 高位置做整股 如果来怎么看 六十八 现在是六十八 距离有三毛子的一个 三毛子的一个 虽然亏损 我觉得可以叫亦一样 稍微等等 虽然你说 对内银看法未至于太正面 因为短线来说 都受到很多 比较多负面因素 始终来说 好的消息其实都已经炒掉了 正正来说 最近的都叫做 连存款资美金都调底 卖也都叫新效 所以这些好因素 可能都在股价上 已经发映了 更何况来说 现在慢慢大家看 就是看内银 接下来的数据 特别是二月份的新增贷款 因为现在很多消息都说到 其实二月份四大行 反而还差过一月份 所以变相 如果二月份出来之后 数字上仍然是一个比较差的数字 演示出来的时候 可能到时那一刻才令到 两人股有整股压力在 所以现阶段来说 仍然是有待消息公布 始终来说 都是快要公布 如果真的 我会觉得 看下公布之前 有没有机会令到 两人股股价在现水平 有机会支撑得到 如果真的支撑得到的时候 暂时不用急 但反而当消息出来 而消息真的差的时候 令到整个两人股价 应声去做一个调整的时候 而健康方面 亦都叫做回调的时候 看看二天线 大约六个四这边位 如果二天线 短时间里面都叫失手的话 我觉得才考虑指示离场 因为由今年回到来 其实除了十天线之余 也是沿着二天线上的 直到近期二月份开始 月初甚至刚刚早有的月尾 其实两次试过去到二天线的时候 相关都有一个反弹出回来的 所以二天线都未能够确定 是真正失手 甚至支持位都暂时看到有在 所以我都可以看回二天线六个四这边位 如果今次下来不穿这位置的时候 不用急走 但反而要穿的时候 才考虑指示离场 好,那冯小姐好吗? 谢谢,谢谢你 好,多谢你电话 剩下一些时间 Ravi再说一句 想和你谈谈就是编号267的中信台湖 稍后就会公布业绩 同样见到逆市来说 今天也有得升 升一号四指去到十四个七号四 其实在昨天的蓝筹升幅 已经是占了第二三位 今天继续有得升 你觉得还有没有得炒作的空间? 是的,其实你会看到 中信台湖方面昨天也好 今天也好 相关也做得挺不错的 即是蓝筹 正正来说也要谈谈业绩因素 因为今天就出了业绩 但主要你自己问到我怎么看 我觉得对比去年业绩来说 应该不会太过亮丽 之前也好似发过刑警 相关比较差的因素 所以正正来说 都会觉得今天出业绩 应该都不会太过好 特别来说 看回铁矿石等因素的价格 其实去年方面 都是比较走低一点的 所以变相也会拖累中信台湖业绩 应该真的不是太过好 只不过来说 刚才开头上也说到的 很多时今年 即现在特别是 很多时都是炒一些业绩差 或者觉得负面因素 已经反映在现价道的时候 变相就算差的时候 也有个相关炒作推上来 所以有少少267 也有少少相关意味在这 但是这样看回 今次能够重演 当然未知之数 所以现在去博的时候 相关风险都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觉得真的 不是太建议大家去追着 更何况来说 从技术指表上看 早几天叫做 矮近条50天线之后 矮了几天 有个支持才有个反弹 但是反弹完之后 今早做也叫曾经去到15元 15元来说 正正条20天线 暂时来说 都见到压力是重回来的 未有真正突破得到 所以如果真的安全计算 或者真的想炒作的时候 倒不如等它出卖业绩 或者来说 看条20天线 能不能突破得到 如果真正突破得到 才去追到未迟 好 看回报导 就是预期业绩方面 大约有一成左右的增长 好 谢谢Rafi 我们这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做回申报 刚刚提及的高分 你有没有持有呢? 没有 好 谢谢Rafi 稍后会有郭sir在这里 有事可以问郭sir的了 好 谢谢Rafi 好 谢谢Rafi